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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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不方马特爱敌生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牢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帅都帅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调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火车诞生夜 小火车可好玩了 要不咱们一起玩吧 我还是算了吧 宝贝啊 你就好好玩吧 这么好玩的小火车 老爸您怎么就不喜欢呢 您的生活真是太无趣了 宝贝啊 既然你对小火车这么感兴趣 那我问你个问题呗 您是不是想问 火车是谁发明的呀 宝贝好聪明啊 我的问题还真是这个 老爸 老爸 你休想拦住我 火车是由英国人乔治实际分析发明的 它也被人们计为火车之父 老爸 我说的对吗 哈哈 老爸 老爸 哎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宝贝的答案竟然完全正确 我很感慨啊 小树千 你不好好地在书里待着 跑出来又想干什么呀 我十分好奇啊 宝贝是怎么知道实际分训的 我没记得给他讲过 哎呀 你们没讲过 我不会查书自己看呀 真是的 大惊小怪的 哈哈 宝贝总是能再给我惊喜啊 那宝贝 你再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呗 嗯 鼓掌 这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正准备到历史里面去亲自探看的 好啊 我带你去书里 我对实际分训的故事还是相当熟悉的 哎 小铁大 先来后到 懂吗 停 我现在决定 小怪咱们出发 怎么会这样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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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分训 声声也非常大 我觉得也是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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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小怪 是的 是的 因为实际分训整天跟蒸汽机打交道 他在不断的观察中尽可能去了解和学习蒸汽机的结构原理 所以一到休息的时间 他就偷偷的把一些废旧的蒸汽机拆开 然后再原样装好 他的动手能力真的好厉害呀 我拆完东西就从来没再复原过 宝贝啊 看的怎么样了 跟老爸说说 我看到他造的那个蒸汽机车了 还有 我没想到 史蒂芬训竟然没有上过学 啊 哈哈 宝贝啊 史蒂芬训是18岁之前没有上过学 之后啊 他还是上过学的 我还以为他一直就没有上过呢 都怪小乖说的不清楚 宝贝 这也不能怪小乖啊 史蒂芬训呢 就是因为自己目不实钉 看不懂有关书籍 感到自己光靠拆装机器 并不能有过多的收获 所以啊 他才开始迫切地感到 必须去学习文化 啊 明白了 史蒂芬训不会是18岁的时候 才上小学一年级吧 哈哈 宝贝 你这回啊 又说对喽 啊 还真的是啊 18岁的小学生 感觉好怪哦 这就是史蒂芬训的魄力 好了 啊 宝贝 快去亲自看看吧 啊 嗯 那一会再说吧 再见 哎 希望能对宝贝有所启发呀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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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18岁大小伙子 才读一年级 真不害臊啊 我现在的知识 但是确实只有意念级的水平啊 这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学习 刚才那个人真是活该 史蒂芬训明明没有招惹那个人 那个人干嘛还要去骂他 真是招惹讨厌 很多人都不理解史蒂芬训的行为 史蒂芬训 但史蒂芬训 并没有理会别人对他的防感 他没有自卑 也没有气馁 想的 只有好好的去学习 嗯 嗯 这样就对了 我支持史蒂芬训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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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急死我了 小怪 这又是怎么了 这台机器出现了问题 这几位机器师修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那咱们来 那咱们来 能干什么 嘿 乔治 你在看什么呢 啊 史蒂芬训 乔治 乔治 你怎么了 怎么见到我一惊一乍的 我 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什么 这台机器坏了 它们好像修不好 我就来看看 啊 我看看 怎么回事 小怪 看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吓了我一跳 还认识我 当然认识 你们是朋友啊 宝贝 你已经来历史这么多次了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小怪你 那 不跟你一般见识 各位 我想 我能把它修好 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 如果你能修好 那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我想这个大家伙 可以正常工作了 你们看一下 哎呦 你的能力实在是太棒了 小怪 刚才史蒂芬森实在是太帅了 底下就把机器给拆了 底下就修好了 这几个机械师都看傻了 哈哈 哈哈 我觉得这是对于史蒂芬训 长久以来的刻苦和执着最好的肯定 史蒂芬训也通过这次事情 被破例提拔为矿上第一个由工匠出身的工程师 好 可以 我太为她开心了 我要告诉爸爸去 爸爸 爸爸 在呢 来 来了 好了 宝贝 怎么了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18岁才上小学的史蒂芬森 当上工程师了 真是个奇迹 原来是这件事 史蒂芬训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只要人有理想 并能够为此付出努力 就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老爸 这孩子 讲了我的话 还挺有理 班长 我就这意思 其实史蒂芬训付出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 爸爸 你又开始啰嗦了 对了爸爸 我在想一个问题 火车为什么不叫蒸汽机车 而叫火车呢 因为啊 车上面的烟囱往外冒火 人们见了之后 就起名为火车了 就这样啊 唉 好了 我得走了 谢谢 我抬出来 宝贝怎么就走了 乔治啊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啊 我那什么 乔治 太好了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我 我已经看见了 你造的火车太漂亮了 哈哈 以后会出现更多的火车呢 乔治 我还有点事 你先上车 一会儿 我要和你好好说说 天呐 这一切都感觉太奇妙了 我能上车吗 当然了 一会儿见了 小乖 快给我说说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宝贝啊 这是第一条 完全由火车机车带动的公共铁路 地点是从利物谱到曼彻斯特 史迪芬讯亲自为这条铁路设计了轨道 并且让火车机车取代了原油使用的马 或者固定的蒸汽机 这条铁路的开通也宣告了铁路爆炸时代的到来 啊 铁路哪儿爆炸了 宝贝 没有爆炸 我说的是铁路交通迅猛发展的意思 那你不说清楚了 哎 哎呀 我还是赶紧上车去吧 省得你又气我 我 我 我还没上车呢 火车怎么就开了 小乖 是不是你在捣乱 宝贝 咱们没有时间坐火车观赏风景了 我 我又快没电了 啊 你又来这首 好 我 好吧 回去 宝贝啊 发生什么事了 啊 跟谁生气呢 这是 嗯 小乖 啊 小乖 又怎么惹着宝贝了 啊 跟老爸说说 这个可恶的小乖 我还想坐火车玩呢 他竟然又跟我说自己没有电了 他怎么弄这样 行了 宝贝 你别生气了 这次啊 确实是小乖不对 他不是也跟你道歉了吗 你就原谅他呗 宝贝啊 在我看来 这就是小乖故意的 我还是拿句话 他就是个小铁蛋 铁蛋 又怎么会把科学这么高深的东西讲明白呢 哎呀 我说小乖签啊 你就别来煽风点火了啊 没事 就赶紧回去吧 快回去吧 我是来给宝贝讲史蒂分训的故事的 小铁蛋呢 没有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啊 什么事啊 小乖签你快说说 史蒂分训 在世界第一条铁路试车的事 他说了吗 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 竟然不说 宝贝他爸 你觉得合适吗 宝贝啊 你先听小书签给你讲吧 我带着小乖去住院 哈哈 小书签你快说说这事 没问题 那是在1825年9月27号的清晨 那天呢秋高气爽 淡然愜签一动 足有一股舒适 晨光出照中 小书签 你在吟诗吗 完喽 感觉全没了 唉 老是打断人家的情绪 你在吐什么呢 呃 没事 这个 史蒂分训的试车表演 是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 英国的达林顿铁路上举行的 并由史蒂分训亲自驾驶火车 当时火车机车牵引着12节装着煤盒面粉车厢 还有20节满载乘客的车厢 从达林顿开出 安全到达斯托克顿车站 不对呀 小书签我有点晕 嗯 宝贝又怎么了 你说的是世界第一条铁路 那我记得小乖带我去的也好像是第一条啊 它们有什么不同啊 呃我想想啊 确实有点乱 嗯 你都乱了那还讲什么呀 走了都这么不靠谱 等一下 我明白了 最早在铁路上走的可是马车 还有固定的蒸汽机 嗯 还是不太明白 还急死我了 就是说小铁袋带你去的是第一条火车专用的铁路 而我说的重点不在于铁路 在于火车 我这可是世界上第一辆火车 如果没有我这第一辆火车的出现 小铁袋带你去的那条铁路也就不会出现了 哼 你早说你这是第一辆火车不就完了 好吧 你能明白你什么都强 累死我了 咱们继续啊 当时观看火车的人数据记载达到了四万余人 他们聚集在终点翘首以盼的等待着火车的到来 当喷雲突入的火车伴随着气笛声奔腾而至的时候 人们都惊呆了 真是大惊小怪 宝贝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人们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火车 曾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火车后 甚至瘫软在地说不出话来 当他恢复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话 知识的编辑到底在哪里 反应这么大 是啊 第一辆火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24公里 而小怪带你去看的那辆火车 已经可以达到36英里了 火车在短短的五年时间 就呈现了飞速发展的局面 史蒂芬森真是为人类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要不叫他火车之父呢 史蒂芬训 可是这个革命性运输工具的发明者和倡导者 在他大力的推动下 火车才能在世界各地快速的发展起来 你看 直到今天 火车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运输工具之一 是啊 我还有火车在找玩具呢 小树芹 你可以了啊 赶紧回来 要不我不让你坐我的火车了 别啊 我可不想以后只玩无聊的火车玩具 小树芹 你说谁无聊呢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没意思 宝贝啊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厉害 你要是知道了就会觉得有意思了 鲁音 你脑芹进来了 怎么回事 再来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又进来了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对不起啊 再来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没意思 寶贝啊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厉害啊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厉害啊 sufficient 你可 mujer 你去哪里 不然还需要你 你的小树芹 牛肉 小树芹 这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